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保罗说 你们勿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不要逃避付出只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 而要迎向挑战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 求主用他的大能拖住每一天的生活 赐下信心和胆量 向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真正的爱 我们思想真正的爱 这个题目 所有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 第四章十一到十九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九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现在听一首诗歌 圣灵之歌 哦 让主用他无限的爱 围绕在你我身旁 是我们苦干的心灵的满足 哦 让主各自般的圣灵 降临在你我身上 使我们一生得到 隐蔽扶持 耶稣 哦 耶稣 充满我的心 耶稣 哦 耶稣 充满我的心 哦 让我们心中的喜乐 化为一首赞美诗 祈神送赞助的生命 到永远 哦 让我们心中的忧虑 完全交托出手里 使我们的神与耶稣同行 耶稣 哦 耶稣 耶稣 哦 耶稣 耶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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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完全交托出手里 是我们的神与耶稣 是我们的神与耶稣 同行 约翰一书第四章 十一到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 凡任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 在爱里为得完全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约翰书四章十一到十九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六节 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 经文说道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翰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 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约翰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翰书四章十六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真正的爱 人的语言当中关于爱的字 实在太少了 因此我们只用相同的一个字 来形容对孩子 对配偶 对足球 宠物 冰淇淋 披萨 音乐 假期 甚至对我们主的感受 我爱 这里我们所提到的爱 是指神对你的爱 以及你对神 和对神儿女的爱 首先 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 我们有用于他 难道 有什么事 全能的主无法成就 需要靠凡人力量 才能做得更好的吗 的确 神拣选我们 为他所用 但神爱我们并非因为 我们服侍他 相反的 神爱众人 神为赋予我们价值 在神的心里 我们是他最真爱的宝贝 约翰说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我们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属神儿女的名证 假使 我们拒绝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或总是容易跟他人不愉快 生气 计较 就表示 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逐渐出现了裂痕 要记得 神是爱 而他希望透过你 让更多的人 得到这份爱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 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宗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真正的爱 这个题目 真言十章十二节 所罗曼说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正如一朵花 需要的是阳光和甘露 人的心灵深处 所需要的是爱和鼓励 而不是责难或者怀疑 保罗说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凡是相信 就是对他人的行动 跟所做的事情 尽可能做出最善意的解释 而不是怀疑他人的动机 跟存心 对人不是疑心重重 恶意论断 而信任对方 凡是往好的方面去想 使对方感到被尊重 爱是永不放弃希望 爱是无条件地接纳 别人的无心之过 想到神在我们失败时 对我们的百般忍耐 就能激励我们 对他人多一些包容 多一点盼望 多一些忍耐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 和演说家卡内基 小时候是一个 非常调皮的男孩 他九岁时 父亲把继母取进门 他父亲向新婚妻子 介绍卡内基时 说 希望你注意 这个本地最坏的男生 他实在让我头痛 我拿他已经没办法了 你要小心 说不定明天早上 他会拿石头砸你 或者做出什么坏事 当时卡内基跟他爸爸 还是住在乡下的穷苦人家 而继母则来自富有的家庭 卡内基心想 继母一定瞧不起他 除乎卡内基预料之外的是 继母脸上带着笑容 走到他面前 拖着他的头 很认真地看着他 接着告诉丈夫 你错了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 而是最聪明 最有创造力的男孩 他只是还没有找到 发泄热忱的地方 继母的一番话 说得让卡内基听在耳中 整个心顿时振奋起来 心里非常激动 他心想 我可不能让继母失望啊 先因为这句话 建立了卡内基跟继母之间的 深厚感情 也因为这番话 燃起了他相声的动力 卡内基14岁的时候 他的继母给他买了一台 二手打字机 并且对他说 我相信你会成为 一名非常好的作家 卡内基接受了继母的 礼物跟期望 并开始向当地的一家 报纸投稿 继母对他的肯定 让卡内基日后成为 杰出的演说家 激励千千万万的人 帮助他们找回自己 走上成功之路 一位心理学家指出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对童年很多带来欢乐 跟美好的事物 会印象深刻 成年以后 工作生活的压力 对现状不满的情绪 日渐将这种美好的感觉驱散 他说 怀旧不仅是想念过去的事 更是在找寻曾经 有过的那种美好感觉 而爱是在一个人 成长过程中 心灵深处可能留下的 最美好的感觉 保罗说 你们要追求爱 又说 命令的总归 就是爱 主要我们彼此相爱 主所给的爱的命令 是没有选择余地 也没有讨论空间的 因为他已经先爱了我们 并且 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也晓得该 为弟兄舍命 我们的爱 常常是根据 一个人的条件 看这人可不可爱 但是那爱 却是无条件的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他爱我们 罗马书五章六节 保罗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一个软弱的人 是很不可爱的 很多人用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这句话 来为自己所做 不应该做的行为 来开脱 我们说 我虽然不好 别人也没好到哪里去 比上不足 我比下有余 当一个学生考试 作弊被抓到的时候 他不是认错 他说 别人也有作弊啊 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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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很软弱 行善无力 虚恶无能 保罗说 我们是已经 卖给罪了 但神爱我们这些 软弱不可爱的人 罗马书五章八节 保罗就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一个犯罪的人 因为自己所行的是恶 不爱光 倒爱黑暗 他的心里是与神为敌的 但罗马书五章十节 接着又说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你看 就在我们还软弱不可爱的时候 还做罪人 心中跟神为敌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虽然我们那么不可爱 他还是爱我们 甘愿为我们这些 绝望无助的人死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感谢神 他这样爱我们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小比位 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喜更大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 耶稣又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一个卑微的小子 神也顾念 就是讨犯了拉撒路 神照样派天使看顾他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 耶稣又说 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 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石 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沉在深海里 丢几妹 要做恩典流通的管子 不让发怨言 起争论 在口识上犯罪 绊倒人 情绪会感染情绪 基督徒所说出 小心的话 会影响他人陷入情绪忧郁 低潮或者焦躁 对神兴起怀疑 不要绊倒人 而要彼此见利 要谨言慎行 不可使神儿女当中的一个 跌倒 主的兄弟雅各说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不要专看事情不好的一面 而要信赖神的美善 看见事情可能的一面 对人生抱持正面看法的人 比爱看黑暗面的人 能完成更多的事情 神爱我们 要透过我们把他的爱 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越认识他 越甘心把生命主权交给他 越让他参与 就越能流露他的爱 有一篇灵命热量的短文 做着提到 有一次他造访一位基督徒家庭 看见墙上 一块板子上写着这些字句 你爱耶稣的程度 跟你最不爱的那个人 是相等的 作者说 这句话的含义 是我感到局促不安 因为他在约翰一书 四章二节 也读到类似的话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他说 如果我爱耶稣跟被我批评的人 一样的话 我是在谈不上有多爱耶稣 因为我似乎无法按着 我该爱的程度 去爱耶稣跟他人 这让我感到很痛苦跟沮丧 他学到认识爱的关键 并非建立在他对神的爱上面 而是神对他的爱上面 约翰说 神其实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作者说 如今 当我无法爱人时 我寻求神的饶恕 我求他帮助我 去向人表达那种 他向我显明的爱 是的 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恩典 想要脱离世上 从勤愈来的败坏 照着主所喜悦的 体贴主的心意 流露他的生命性情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向人表达 他向我们显明的爱 在耶稣的时代 律法师是解释律法的权威 他们问耶稣 谁是我的灵舍 要显明自己有理 耶稣回答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 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位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 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千银子来 交给店主 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会来避还你 有的牧师 从三种人生观 来解释这段经文 那三种人生观 第一种 强盗的人生观 你的就是我的 如果一个人 只懂得剥夺他人 占有他人所拥有的 满足自我 他跟强盗没两样 第二种是祭司 立位的人生观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咱们毫不相干 你的事情跟我无关 我就用冷漠来应对 你在这边出事情 我从那边绕过去 第三种是 好撒玛利亚人的人生观 你的是你的 我的也是你的 我很愿意把我所有的 跟你分享 神渴望看见他的爱 永远不绝地 从我们身上 涌流出来 像他给世人的爱那样 神把怜悯的心 放在我们里边 我们就塞住他 我们就是把神的恩典 给拦住了 德德莎修女曾说 爱的反面不是恨 而是冷漠 当主已经给了我们恩赐 又给了我们机会 他特意安排一些人 出现在我们眼前 要试验我们爱他的心 我们不可推辞 不可担言 而要照所蒙的恩 照着当下神给的感动 跟人分享 神给我们的祝福 这是神爱我 赐福给我的目的 天主教神父卢云 在他所写的书里 他提到 当我看着自己苍老的双手时 我知道 神给我这双手 就是要我帮助那些受苦的人 向他们伸出温暖的手 为需要的人提供可靠的肩膀 并将从神那里而来的祝福 带给他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地爱神 同时尽力地明白 神对我们的爱 数算他给我们一切恩惠 甘心乐意付出自己 不再硬着心 对神说 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而是做乐意付出自己 款待他人的 好萨玛利亚人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活出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 带我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摸出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你一山高 你一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我 张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稿的爱 别人 我 心中 熊熊 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说 我们的心 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惑的人得满足 我们的光 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我们的幽暗 必变如正午 你也必时常 引导我们 在干旱之地 使我们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应许我们 必向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你要我们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这样 是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我们若爱你 就必然渴望 更深地认识你 更加像你 你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 也如何 求主赐我们敏锐的心 察觉自己的缺失 对人的没有爱心 更多留意到他人的需要 主动连续他们的困难 帮助我们靠你行善 以你为乐 求主照你的应许 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加给我们 并在一切善行和善言上 兼顾我们 使我们能够见证荣耀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是苏那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掌碧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我摆设 虽然心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